今天的部分我會盡量用更完整的方式跟大家做一個安整的簡介 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產品全新2011年式的REACH ROBER 王哲典伴 這就是我們原廠隊的一台廁所下的一個助教 第一群輪 世界一的LSUV 毫髮修理車 自1970年問世以來 就成為一個無可超越的一個奇距 第一代 我們在1970年來做一個發展 當時原廠在創造這台車的一個理念 很簡單 REACH ROBER 成為為主的豪生們 將生活享樂跨入海洋之前 在陸地上用過台的最後補車 那要達到這樣的一個理念 我們給他一個概念 四車合一的概念 第一個豪華修飾 豪華修飾如敵機房車 第二個加速操控有性能跑車 第三個衛生天亞如旅行車 最後仍然是強海的多風景的land walker 這就是這一款車 當初做設計開發的時候的一個基礎跟理念 接下來幾個圖片 我們就大概了解一下 這一款車在做設計的時候 是依照豪華修飾的一些多元素來做一個表現 所以你會看到這幾個東西 這幾個元素 陸續也會在從我們1970的第二車裡面到一個 看到一個完整的表現出來 這就是我們1970的第一款車 當時創造了世界地固豪華修飾的一個收入的功能 然後我們這款車是由於第一款來用飛行式的車子 第一步的來用上下被開旅行車子 第一步的來用上下被開旅行車子 各位知道 在那個年代 收入的都是以被開旅行車子的方式來提供給車子 當然這樣對我們來講是不夠優雅跟美雅的概念 所以我們是仿照當時旅行車子的概念 第一個提供上下被開旅行車子 好 我們也來用棒合式的銀帶 防水防塵高剛性 然後我們開始搭載全四輪圈狀剛好一個懸吊系統 當時的休旅行車 基本上就是以列電式的懸吊系統來做一個標準配備 第一款有四輪圈狀懸吊系統的就是我們1970的Range Rover 而且我們在剛上市的時候 就採用全四輪的一個別煞系統 好 1972年我們這一款車創造了人類的 一個偽大試機 它是第一步穿越中美洲至南美洲的一個車輛 然後呢我們也是第一步在一個八九年搭載 全地域四輪傳動APS的功能 1992年也就是將近20年前 我們這款車就已經搭載了 VS電池式的氣壓式減價系統 我想各位也說清楚 在二十一世界初期 陸續就有很多的豪華轎車 以及新款式的修理車 陸續跟進去採用類似的遊戲 而我們也在將近20年前 我們就把這套系統 放在我們第一代的VS電池上面 第二代 1994年 幾個狀況 第一個 我們開始它來電池式的壓力箱 從此我們身反而變成 第二任務才能幹 在1994年 我們也把安全系統列為修女車的標配面 1994年先做了頭部 1998年更拓振到前做了一個順部 好 四年的EDC也在1999年的車款上面 做帥先的一個開發 以上就是我們第一代跟第二代所提供的租說創舉 那接下來我想請各位來欣賞一段我們 我們第一代第二代的VS開發歷史的一段影片 第一代的VS開發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第一代 也就是各位右手边的这一个车盘 第三代的一个车盘 我们在研发的时候 一样采用非体式的一个设计 ABC的车柱 都采用吸管的一个材质 让它看起来就像是在路上非体式的一个快点 那我们在线年上更做一些提升 所以会有一个更宝和更具章艺的车身线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受邀在罗浦宫 博物馆受干燃的一个车辆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在罗浦宫博物馆受干燃的一个车辆 各位可以看到经典创新的鲨鱼群展对比的设计 还有非常精致 广告精彼的这个细节 我们都在这一台车上面做呈现 所以我们成为了世界上第一部在罗浦宫博物馆 做我们的设计 除此之外 以越野车顶级越野车的概念来看的话 我们是世界第一部的三、四部车身结构的第一越野车 而且搭买了DMC车身动态的设计系统 我们这样在修理的地方也是很棒的 另外行政间我们变换高低档位的车款 我们是世界上的第一部 我想特别有清楚 如果当时的所有车款要变换高低档位的时候 我们也要把车子停下来进行状态 然后还要做一个手动的讨诊 甚至有的还要把车子底下做调节 我们是第一款能够在行径间就完成高低档位的设计 此外我们搭配了电子式查处器的锁定系统 我们也有四轮独立DX电子式气压型料系统 2002年我们就把电子式的气压型料系统再做进化 在很多房车很多休息的时候 海北坦使用电子式气压型料系统 我们就已经推出第二代的更先进的电子式气压型料系统 可以让舒适的车子气压型 对最后的跃远性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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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看到它的底盘并不是采用传统的T型大的 而是采用富洋做加强的 这是实际有两线的一个结果 明天收集ífic sociale Blic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的 Florian